特朗普对变世界的关税战争,终于在墨西哥这个邻国开花结果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7日发推文表示,墨西哥同意加强边境管制,也致非法移民流入美国。 而特朗普用于逼迫墨西哥总统屈服的手段,被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愤怒的比作解匪的惯用伎俩。 如果墨西哥采取有效措施缓解非法移民危机,我们将着勤决定取消关税,但如果危机持续。 关税将在2019年7月1日提高到10%,在8月1日提高到15%,在9月1日提高到20%,在2019年10月1日提高到25%。 美国采取层层加码的玩法,给墨西哥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 6日,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宣布,墨西哥将向威地马拉南部边境部署6000人部队。 也致试图通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。 早些时候,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墨之间达成一项协议,暗示该协议将允许美国驱逐中美洲难民。 特朗普7日在推特上得意洋洋地说,墨西哥将阻止流进该国的移民潮,流向美国南部边境。 该协议的细节,不久将由美国国务院公布,就在特朗普发推当天。 墨西哥总统洛佩兹奥布拉多在北美市长峰会上可怜兮兮地表示, 墨西哥不愿意和美国对着干,我们寻求合作。 希望成为美国人民的朋友,而在特朗普眼里,成为美国人民的朋友, 就是老老实实接受美国的指令。 美墨移民协议中的一个要点是,中美洲国家公民在离开本国后, 必须到他们抵达的第一个外国寻求避难。 这等于说,美国将把威地马拉难民驱逐到墨西哥, 并将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的庇护者驱逐到威地马拉, 到美国避难则是非法的。 其实,面对美国的无理要求,奥布拉多也曾据理力争。 上周,奥布拉多向媒体痛心地表示, 我们中美洲的许多兄弟,都是迫不得已才移居国外的。 他们决定离开他们的村庄,以寻求结束他们的戒和贫困, 没有人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乡,但他们也是逼不得已。 墨西哥总统说出了一句大实话, 实际上,中美洲的经济和社会问题, 实作俑者就是美国。 中美洲民众作为受害者, 他们完全有理由到美国寻找出路。 早在19世纪末, 墨西哥时任总统迪亚斯就曾经感叹, 可怜的墨西哥,离上帝太远,离美国太近。 一百多年来, 美国把整个美洲当作自己的后花园, 干了太多事强凌弱,人神共愤的事。 为什么要有法治, 那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比丛林法则更好。 拉米表示, 很多人不喜欢丛林法则, 因为有些人很强大, 有些人很弱小, 他们不希望强者总是踩着弱者。 然而, 特朗普信奉的却恰恰是丛林法则。 正如伟人半个多世纪前所说过的, 美帝国主义者在可以不讲道理时, 是一定不会讲道理的。 他们之所以坐下来和你讲道理, 只是被逼到不得不讲道理的地步罢了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 谢谢。